不管是新聞上也好 或者網路上也好 或是謠言人們傳說 他們被整掉也好 那應該算是這個靴子落地了 這一次是規模比較大 一下拔掉九個 那我這個名單 我還用讀的呢 才講得清楚 第一位呢 是這個中央軍委的 這個聯合參謀部的 副參謀長張正中 他是個中將 第二位第三位呢 是軍委的那個裝備發展部 兩位都是副部長 一位叫張玉琳是中將 一位叫饒文敏 叫是少將 那再來是南部戰區的副司令員 姓菊叫菊新春 他是中將 那另外一個來頭比較高 前空軍司令員丁萊航 我還記得就是丁萊航被任命的時候 台灣報紙新聞的海料 報過一段時間 他有過實戰經驗什麼等等 然後對台灣一定有了解 或對東部有一定了解什麼等等 他去了半年 那這次呢被拔掉了 那底下就比較慘了 底下是四個跟火箭軍相關的 第一個是這個就是 剛剛下來就倒下這個司令員 叫李玉超上將 再來是這個副司令員李承廣 那麼再來是這個裝備部長的呂鴻 再來是前火箭軍的司令員周雅寧 是上將 所以這九個呢 就這一次呢被拔掉人大代表資格的 那我剛剛講說 因為中共的這個政治結構呢 黨政結構呢 他們是交錯 交錯這個相知的 然後他們是配套的 所以這個拔掉了呢 代表說那邊應該是出事了 這個判斷應該是沒有錯的 對 現在看到了